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他们已经成婚了 那为何后面他明明晓得希泽是帝君 白泽却在那里劝他走出情商 还和他一起设计让帝君吃醋 凤九越想脑子越练 脑海中又接连想起了很多片段 但是都很奇怪 似乎有很多的冲突 他一方面知道希泽是帝君 一方面又放弃了帝君 哲言看出了凤九的不对劲 是一百亿等人先退下 让他好好瞧瞧凤九的情况 整个凤九的脉 又用原理探查了一下凤九 你的记忆被人改过 你知道吗 凤九震惊地望着哲言 摇头 突然想起白泽之前 奇奇怪怪地跟他道歉 难道是白泽 对了白泽还给了他一颗丹药 凤九拿出了丹药 哲言一瞧 这是谁给你的 白泽 啪 哲言略意思索 你可知这是什么药 凤九摇摇头 哲言叹了一口气 这是剁菜药 小九 你有生运了 白泽给你这药 如今看来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东华竟和那魔族女子搅在一起 自然是配不上小九了 这亲事作罢 没有孩子 至少凤九以后还可以有别的选择 还有 能用丹药改人记忆的 放眼八荒也没几个能做到 东华摸冤佛陀还有我 其实答案已经不言二语 这也是哲言说白泽一番好意的原因 东华竟用此种手法对待凤九 为时下作 凤九自是猜到了哲言的意思 白泽在阿兰惹之梦中一直同他们在一起 应该也知道这事 所以他帮着帝君一起骗他了 所以他向他道歉 可是帝君为什么要骗我 凤九坐在床边 此刻终于哭了出来 凤九很少哭 但每次哭都哭得令人心疼 此时的凤九哭得伤心 自然是动了胎气 而此刻他肚中的肉便是白泽 他动了胎气 白泽自是不会好过 只要很快便练出了丹药 凤九将丹药吞入腹中 那些真正的记忆也重新纳入了脑中 只是他却没有自己预想的那般激动 因为这次是真的累了 原来帝君从未跟他解释过 为何将平泼国给姬衡 不过是姬衡要了 他便给了 他说他同姬衡没有什么 可他对姬衡的不同 他却看得清清楚楚 他总算有空将这一切理一遍 他对他是有情的 但对姬衡未必无情 原本是这天上帝下最不沾红尘的尊神 究竟是他还是姬衡 将他拖入这时帐红尘之中 当日他镇入阿兰惹之梦生死一现时 他选择了他 如今姬衡极其可危 便审了他去寻姬衡 他终究是选择了姬衡 所以无言再来见他吧 这段情来的这样不易 他从来想的都是好好珍惜 他误了成亲愿 其实他在意的很 爹爹说他和姬衡有私情史 他差是脑中一片空白 只因他记得他对他说的所有的话 却原来 这些话 这些解释都是假的 他从未说过 其实他很蠢的 不管他说什么他都会信的 可是他从未说过 只用一颗弹药 便将他耍得团团转 他累了 不想再要他了 彼时东华依旧被困在范茵谷中 也不知道小燕取一个连心镜 竟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也不知道让他给凤酒带的话带到了吗 但是他此刻不能分神 白泽已经行转 他了解自己的伤势 便制定是凤酒那边出了事 我运了多久 半天 东华淡淡地说道 糟了 白泽大忌 你为什么还在这 以你的能力要离开应该很容易啊 我若离开 这里就会爆发 近视必定会生灵涂炭 你误了大事了 白泽咬牙起身 用剑划破自己的手 白泽调动体内所有的灵力 攻向了苗洛 白泽这种打法 完全不要命了 东华也不懂为何突然白泽这般 只是再这么下去 白泽要出事了 果不其然 苗洛的红铃穿透了白泽的身体 但是剑出的血液 却令他的手和脸都受了伤 真是讨厌 苗洛冷哼着扶着自己的脸 一时也不再发动攻击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东华一把抓住白泽 将他扶在身后 白泽的胸口对穿了一个洞 白泽躺在地上 一手捂着自己胸口 一手抓着东华的手臂 艰难地喊道 父君 你叫我什么 东华大惊 我是你和久久的儿子 白泽只觉得 血液不停地涌到嘴边 我 话未说完 白泽的手便垂了下去 东华急忙用先力将白泽的心脉护住 他想过白泽的身份 却怎么也想不到 他是他的孩子 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很荒诞 但是他信了 带到众林到来拖了许多日子 东华一直方面护着白泽 一方面又要进化灼溪 身上又中了秋水毒 可谓是心力胶脆 东华借过了连心境 这是特意用来将秒落重新封印的 其实此刻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继续进化此地 但是若是这般 他便会陷入数十万年的沉睡 没有他护着 凤秋如何度过这数十万年 还有白泽受了重伤 急需要救治 连心境飞在秒落的头顶 暂时压制住了此处的浊溪泉涌 只是这只是意识的 只怕用不了三百年 这里便会有下一轮的爆发 白泽被安置在碧海苍林 东华每日都细心调养着白泽的伤势 只是白泽此次伤得太重 醒来是已经一百八十多年 其实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对于天宫来说 也不过是大半年 只是这四海八荒 被帝君翻了一个遍 就是寻不到凤九 我还活着 白泽醒来时看到东华那般憔悴的面容 曾经四海八荒最英勇的尊神 怎么会被折磨成为这个样子 看着皮肤上若隐若现的黑金 秋水之毒还没有解 可以告诉我 你 白泽昏迷前也只是说了 他是他们的孩子 但是究竟怎么回事 他依旧不清楚 白泽坐起身 将自己的来历缓缓道出 甚至包括了东华和凤九 在酌汐中丧生的事 帝君将手附在白泽的头上 他说的他自然性 此时想来 在阿兰日之梦中 白泽说的那些 竟生出一丝怜悯和愧疚 因为他带着凤九儿去 既让白泽吃了这么多苦 他是走哪都想带着他的 哪怕沉睡数十万年 他都想带着他 可是这样留白泽一个人 东华望着白泽 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白泽长得那么像他 还有他的眼睛 那么像小白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